为了打击俄罗斯,美国准备饿死全世界。结果制裁俄罗斯的化肥后,美国后悔了。3月22日,美国农业部长突然放狠话,要制裁俄罗斯的化肥。自从俄乌战争以来,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就花样繁多。然而,这次制裁却引起轩然大波。在现代社会,化肥不太起眼,却又极为关键。 俄罗斯是世界化肥市场的重要参与者,其年产量约5000万吨,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3%。其中,2021年,俄罗斯生产的蛋、零、甲非分别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0%,7%和20%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,全球化肥的价格已经涨了好几波了。现在,美国要制裁俄罗斯化肥,最先受伤的是农业国家。 巴西农业部长特雷莎·克里斯蒂娜明确表示,禁止俄罗斯化肥供应,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威胁粮食安全。美国也从俄罗斯进口化肥,数量大概在50万吨左右。 进口量看起来不多,但俄罗斯毕竟是全球化肥的重要生产者,被制裁后,将引起全球化肥价格的飙涨。 最后,还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农业。美国明尼苏达州小麦种植户协会的负责人称,在美国,部分化肥的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了4到5倍。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,也变相制裁了自己。损人不利己的事情,美国自然不会干。 综合考量下,美国还是解除了对俄罗斯化肥的制裁。中国的粮食安全,同样离不开化肥供应的安全。 数据显示,俄罗斯是我国假肥最大的进口来源国。2021年中国假肥进口量达到了757万吨,其中约30%来自俄罗斯。 中国要早做打算,对于美国制裁俄罗斯化肥后悔了。您怎么看?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